大理重盛市是大理的主要景点之一 如果来大理 后来重视山塔看一下的话 也算是白来了大理了 大理重视山塔经历千年风雪 却巍峨依旧 是大理的地标以象征 今天我们首先来到大雄宝殿 这次的门票是75块钱一个人 包含了从大门坐电瓶车到大雄宝殿 然后我们从这里再往下走的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进入重盛市之后 从下往上走 最后再从大雄宝殿坐电瓶车回去 哈喽老公 重盛市是一个佛教之地 这里仙气缭绕 大理王朝是一块背靠参山 面对浩瀚的尔海的风水宝地 大理王朝的开国皇帝段思平 因为对佛教的忠贞 他年年岁岁都在不停的修建寺庙 所以修建寺庙是大理王朝的第一大事 记历史记载 从公元937年到1253年期间 大理王朝有22位皇帝 竟然有九位出家在这里做了和善 除了第一位大理皇帝段思音 其他的酒位都是自动的放弃大理江山而出家的 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经有的现象 也是我国历史上一道很有特色的风景 所以说重盛市也是大理国时期的皇家寺院 对面走来的是三个我最爱的人 我姐姐姐夫还有我老公 三个不信教的人 对重盛市也是充满了敬畏 这个是高僧殿 高僧殿记载着大理王国时间 九位大理皇帝出家的历史以及他们的名字 你可以看到出现在天龙八部里面的段正成的名字 还有他的雕塑 没有来过大理的人肯定以为大理 三塔和重盛市是两个不同的景点 其实他们就是同一个景点 所以总称重盛市三塔 你看这三塔总共确实有三个塔 一大二小 它是一座规模非常宏伟 风格非常独特的福教寺庙 也称得算是云南古代历史上的灿烂文化的象征 同时它也是我国南方最古老的古建筑之一 这会儿我们来到了寄影池 这里是观看三塔最佳点 这是三个介意宋朝的塔 这时候的建筑师 我觉得他不只是要懂得建筑 还要懂得风水 你看 这个三个塔的倒影 在这个水池里面形成了一道非常独特 编具一格的风景 真是太美了 今天是我们在大理的最后一天 所以在重盛市玩了四个小时 下午我们马不停蹄的要赶去坐索道 爬山山去看喜马坛 我们经过了天龙八部城 可是因为时间太赶 我们没有进去 我们直接来到了票务中心 这是港通市的票务中心 也是大理参山一条最长的 也是最安全的一条锁道 参山总共有三条锁道 我们今天选择的这条比较安全 而且去看的景色也不一样 看一下烟雾缭绕的 感觉这锁道就穿梭在天上人间一样的 不过还是觉得有点恐高的 看一下 风景好美啊 这是天上人间吗 不只是天上人间 还可以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 从这所到远观而海 它就像是一个蓝色的珍珠 坐落于山川之间 你可以感觉到水的清澈 碧莉还有小镇的宁静也安闲 我老公手上的表一直在显示 我们以很快的速度往上走 八千三百多 跳到八千四百多ft 乘坐喜马谈索到 虽然说有点快 但是也是要耗时差不多四十分钟 中途要转一次 缆车 但是风景很美 你可以停下来 看一下风景 休息一下 涂个布什么的 看一下一分钟 我们的表就跳到一万多英尺了 已经彻底的来到山顶了 看夜雾缭绕 这完全是人间天堂 所到到达的地方不是马龙峰 这是一个休息区 你可以在这里喝杯咖啡 租借衣服 我现在是在大理的 参山 四千里高的山峰上面 从这里走路到喜马堂 景区 还要走半个小时左右 你看一下我老公手上 林喳的黑色的带子 是氧气瓶 两个小氧气瓶 因为我们夏洛特的海拔 是不到800米 这里的海拔 是差不多4000米 所以如果你从海拔 比较低的地方 来到这里的话 还是要准备一下氧气瓶的 以凡万一嘛 从这里上喜马堂 还有差不多一公里 有860米 走上去大概要花半个小时左右 不过景色非常的艺人 平时来大理的话 只是远观参山 这次来大理 可以近距离的欣赏 参山的每一片清脆 看一下现在我到哪了 这是云南大理参山 这里的高度是3900多米 好大的风 回头看一下 刚才我们走过的路 看这云 就像飘在半山腰一样的 蓝贴好蓝 这就是云南的蓝 西马滩的水 清澈明亮 这座山峰本来叫马龙峰 但是当年原始祖胡碧烈 征战大理的时候 曾经在这里洗过马 所以这个水潭就叫洗马堂 所以说洗马堂就是马龙峰半山腰的一个人造湖 我们到山顶咯 这就是洗马堂的观景台 这是洗马堂的厕所 应该是大理海拔最高的厕所 我从这里过一下 可以吗 过到这边去 这里的海拔是3966米 看一下 这就是洗马堂的全境 这是袁世祖给他的洗澡的马堂 所以说它是一个人工湖 虽然不大 但是水很平静而清澈 再看看这云 真的是云蓝 我现在就是生活在人间的仙境 好美啊 我老公说 我老公说 走过很多地方 爬过很多山 但是山山还是让他非常的震撼 特别是喜马潭 他没有想到 在这样子的山峰之谷 竟然会有这么一个清澈的水潭 真的是人家仙境 那亲爱的朋友们 这一次的中国行大理旅游就大肆结束 感谢一路陪伴的你 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